台南新樓醫院禮 今日10月22日 舉辦新生兒外接轉診服務記者會 小和科指治醫師李佩倫 醫師指出 新生兒在脫離母體時 能順利呼吸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新生兒因為早產或是其他因素 例如呼吸窮迫症候群 胎便染色症候群 生產過程發生意外等因素 導致出生後有呼吸窮迫的症狀 此時需要進一步醫療照顧 從院外到日院的過程當中 新生兒容易失溫、缺氧或其他問題 需要有完善的轉送配備 以利轉送安全 台南新樓醫院小和科指治醫師李佩倫表示 我是台南新樓醫院李佩倫醫師 那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那在新生兒啊 在出生之後大部分都是健康的 不過有少部分新生兒 他可能在外面的婦產科生產之後 遇到一些孩子可能有呼吸喘的情形 那在新生兒在住院的之前的這一段時間啊 我們就是利用外接的方式 來幫助這個新生兒能夠從外面的婦產科 順利的轉到我們醫院 進一步進行醫療的照護 那這過程當中呢 也會有保溫的設備 還有呼吸的設備 還有監視器的設備 那這些呢 都幫助這個新生兒在轉送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安全 以上分享 謝謝各位 李佩倫醫師 針對此問題有詳細說明 那我是台南新樓醫院的新生兒科 李佩倫醫師 那很開心今天能夠跟就是新聞媒體的工作同仁 一起在這裡分享 那其實我們這些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那也剛好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要是在新生兒的照顧方面 那就像剛部長有提到新生兒相對上是一個比較脆弱的個體 所以當他們如果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呢 要到醫院就診的話呢 會有需要一些特別的照顧 那所以我今天講的就是我們新生兒的外接服務 那在新生兒來講 他們從媽媽的屋子裡面出來之後呢 離開母體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健康就直接哭啊 哇哇哇就哭很健康 然後可能在嬰兒室或是在外面的就是中心之類的 那不過呢有很小部分的新生兒 他在離開媽媽的肚子裡面 他可能面臨到一些前面的問題 或者是說早產的問題 或者是說出生之後 也許他養水還沒有排到排得很乾淨 導致說暫時會有一些呼吸喘的狀況 那這種呼吸喘的狀況呢 他其實需要進一步的醫療照顧 那因為這些產婦呢 他們目前來都是在大醫院出生 所以他們有可能在外面的診所 或甚至有一些是在家生產的 那他們從在外面的診所呢 這個寶寶他會需要進一步醫療照顧 從那邊要到我們醫院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過程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提的一個大的重點 就是新生兒的外接轉診服務 那從院外到入院的過程呢 其實新生兒他們很容易失溫 一旦失溫就有可能會有一些代謝上的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神經上的問題都會受到影響 那所以呢這個溫度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然後另外也有可能會有缺氧的問題 就像我剛提到出生之後 有些他們呼吸比較喘嘛 那在比較喘的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一個氧氣支持的話 有些孩子就會造成缺氧的狀況 那大家應該也可以體會到說 當新生兒呢他有一個缺氧 或者是有一個一些事件之後 有可能會造成他一輩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些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在這個轉送過程 這是我們的蔡主任 需要有完善的轉送設備 那這個過程也就是說 我們先生的外接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外接服務 是我們醫院服務的其中一項 我們其實我們醫院的話 24小時就像剛部長講的 有兒科急診專科醫師 全時間的來照顧這些兒童 然後而且我們的次專科也很分明 那在我們的外接服務的話 我們在過去的幾年也都有 跟鄰近的婦幼基層醫院呢 有一個很好的互動跟合作 那也有跟他們簽署一些 就是可以在轉送外接上面的一些 合作的一個指引這樣子 那當然有些狀況下 可能這些新生兒他需要再更進一步的 例如說也許說更嚴重的像葉克膜 或者是低溫治療 這些的話就可以再到 像城大醫院或奇美醫院 所以其實外接不單是從 就是外面的診所接過來 當然有些狀況下 也有可能會從醫院在外接到另外一個醫院 所以這過程當中都需要一個很安全的轉送 那我們的兒科等家務病房呢 外接的作業流程呢 我簡單用這個圖來看 其實就是一通電話 當我們的電話 從外面的診所他們打電話給我們 說他們有寶寶有一些喘的情況 需要說我們去帶他過來 那我們就知道說他們有這樣外接的需求 我們的護理師就會立即聯絡我們新生兒科醫師 然後也會同步再聯絡救護車 因為這過程需要救護車 所以我們也會聯絡救護車的單位 然後我們就立即準備了 今天這個外接的設備 然後也會指派隨車的人員 然後做一個紀錄 那完了之後就到外面就直接出車 就去外面的婦產科診所 然後在那邊先把寶寶穩定下來之後呢 再讓他呢就是透過這個轉診車 然後我們就把他帶回來新樓醫院 那帶回來新樓醫院 我們就直接從急診進來 那在急診呢就不用再等待 我們就是快速通關 就直接進入到 俄科的加護病房的這間隔離室 所以其實整個入院之後的過程 是非常的快速 那也是讓這個寶寶 能夠盡快得到好的一個照護 那在外接的對象或來源的話呢 就像剛講的就是 除了地區婦產科醫院的話 有一些院子中心 他可能有科醫師評估 他也許在出生一開始還好 但是後來有一些狀況 需要轉診 那他們評估之後覺得需要轉診 他們就會跟我們講 然後呢例如說像新生兒呼吸喘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進一步照護 還是早產兒的相關病症 需要進一步照護 那我們加護病房呢 設備是非常的齊全的 包含就是保溫箱呼吸器 然後還有一些點滴設備 還有一些照護上面 其實都是能夠去供應這些孩子 他們就是入院之後的需要 所以就是非常的齊全 那在外接設備上面呢 我們大概簡單一個一個來分享 那第一個最主要呢 我剛剛有講新生兒最擔心 就是他有濕溫的問題 像現在天氣那麼冷 如果是自己抱 那當然就很容易濕溫 但是透過這個外接的轉診車 這上面本身就是一台保溫箱 就是他上面就有溫度 然後所以在裡面的溫度就是一個恆溫 就是可以幫助寶寶不會濕溫 所以這個叫做傳送型的保溫箱 裡面就是可以幫助寶寶不會濕溫 那除了保溫之外呢 我們也會給寶寶 就是如果他呼吸有比較喘 他可能會需要呼吸器的支持 所以也有一台是傳送型呼吸器 就是這一台 那上面的管路也是都 就平常都已經都固定好了 那所以當如果有寶寶需要的話 就直接接上去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帶過來醫院 然後還會有監視器 在這個轉送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不希望說有 就是寶寶發生可能心跳不穩 或者是血中氧氣濃度不穩的狀況 因為我們有時候必須要根據他當下的狀況 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呢我們會有一個監視器 然後還有一個梳醒器 如果需要一些呼吸上的照顧的時候會有 然後還有這個叫EMT包 就是這一個 這個上面的話呢 就是所有新生兒在一些照顧上面 急救的所有的設備 包括可能需要他管 或者是有一些面杖 或者是抽吸管 就是所有新生兒相關的急救設備 所以我們平常就已經都固定好 放在這個包裡面 就是到不是零食才把它裝進來 就是都已經固定好 所以當我們知道外接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拿了這個急救包 然後還有這台車就出去了 就跟我們的人員出去了 然後在設備上面呢 這個外接的設備就是 就是符合新生兒的需要 然後因為各位大哥大姐 應該知道說 當我們就是像救護車他們去 假設去安養中心 去載一個老人回來 他們可能就是一台單駕車嘛 但是那個對新生兒來講 是比較不適合的 就不是新生兒專屬的 所以這個轉整車它就是 給新生兒的需要 就是符合新生兒的需要 那我們的外接團隊成員呢 我們就是有兩個 就是每次出車的時候就兩個 那一個是新生兒科醫師 那另外一位就是 兒科的加護病房的護理師 那我們的新生兒科醫師 我跟另外一位陳醫師 我們都有 新生兒高級救命術指導員的資格 那兒科加護病房的護理師 就是每一位也都有 新生兒高級救命術的症狀 所以就是在 照顧這群新生兒上面 我們就是 有更多的經驗 跟更多的幫忙這樣子 然後最後的話 用這個個案來簡單來分享 就是有一個34週 正常出生主院應該是38週 可是他提早一個月 那他是在外院的婦產科出生的 那出生之後他開始就有呼吸喘 所以他們那邊的醫師啊 就評估覺得需要轉診 到大醫院進一步的治療 所以他們就 當天早上8點50 他們就聯絡我們 就說他們有轉診的需求 所以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聯絡救護車司機 然後呢大概20分鐘後 我們就這一台車 然後還有急救幫 還有我們醫護人員 就直接從那個醫院出發 然後我們就大救護車到那個婦產科 大概10分鐘後 就到達他們那邊 然後就跟他們做一個交班 然後把新生兒呢 就是放在這個傳送型保溫箱上面 然後也給他需要的氧氣設備 和那個生理監視器 然後就照 帶回來進一步照顧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新生兒後來啊 他診斷是早產兒的呼吸狗破症候群 那這主要是因為他肺部呢 還沒有發育得很完整 因為他提早一個月出來 然後所以呢 他有比較喘的狀況 不過治療之後恢復良好 大概兩個多禮拜之後就出院 那兩個多禮拜後 其實大約就是一個出生週數 差不多36週 他34週出生 他大概36週就順利的返家了 那所以我們這外接流程的話 就是這樣的電話 就是直接打進來 然後我們就啟動外接 然後做記錄 那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有兩個 一個醫師一個護理師的 然後還有這個救護車的司機 然後就是把這一台轉整的保溫車呢 把他推進去救護車上面 然後就到外院的婦產坑 然後在過程當中的寶寶就是安全的 就是他除了有監視器 或者是一些呼吸的設備 底下也有氧氣 然後還有安全帶 然後還有保溫的設備 所以他在裡面的話 我們確保他是安全的 然後一回來新樓醫院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從急診經過 然後就直接進入兒童加護病房 就沒有在急診有做任何需要 還要等待的狀況 所以最後呢 其實也在跟大家再強調一下說 其實就是很急著把孩子送完醫院 其實更要注意的是 這個孩子從他就是 院外到我們新樓的過程當中是安全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就會 需要這樣子一個完整的支持 是符合新生活的需要 而且陪伴的人員也是照顧兒童相關的一個專業人員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幫助這些新生兒 在這些過程當中是安全 而且沒有併發症 那未來也可以順利比較順暢的出院 然後也健康的長大 OK 李佩倫醫師再出呼籲 新生兒轉送過程中 需要特別的設備和專業的醫護評估 安全的轉送有助於新生兒的穩定 減少病化症 賞弱有需要進一步醫療照顧的新生兒或早產兒 透過外接團隊的幫忙 讓每位新生兒都能獲得完善的醫療轉送和照顧 進而使寶寶盡快平安健康還家 台南新樓醫院新生兒外接轉診電話 062748316轉4375或4376 以上是大北門新聞網報導 economy 不要 我 如果 你是